如果要讲香港佛教起源 一般都会提到所谓的三大古杀 分别是青山寺、灵魂寺和灵道寺 其中青山寺和灵道寺 相传和灰道禅师有关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三间寺院 都是在过去百多年间 经历收纾、扩建、甚至重新建设 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 凡羽初托纪录片系列 一年六集 带领大家走访这三间寺院 探讨他们的历史源流 宏发发展和未来路向 希望能增加大家对香港佛教历史的认识 在这三间古杀里面 相传青山寺历史是最悠久的 有学者相信这里已经有差不多1600年历史 青山寺位于香港新界屯门区的青山 对于行山的朋友来说 青山就绝对不陌生了 因为这一座高海拔583米的山峰 山路又斜又难走 要走光全程 绝对是一种考验 历来青山有不少古称 例如杯渡山、瑞应山、青山和圣山等等 杯渡山顾名思义 直接以杯渡禅斯来命名 例如1819年出版的《新安院志》就记载 杯渡山海上圣景也 释送杯渡禅斯注石于此 因名 要讲青山寺 自然不可以不提杯渡禅斯 可能你会问 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禅斯姓杯明渡呢 遗陷的是 我们其实不知道禅斯的名字 因为据说 他坐着一只木杯四围去 所以就干脆叫做杯渡 禅斯的事迹和相关的记载 只是建于少数的古迹 其中最详细的 要数南朝僧人 慰皎法师赞写的高增传 慰皎法师不下的杯渡禅斯 行事不拘小节 拥有神力 喜怒无常 行事跟常人很不同 例如他在别人寄宿 又拿走别人的金像 别人派马去追他 那只马也不够他快 有时他又会赤脚在街上走 还有其他习惯 例如冬天的时候会用冰水洗澡 睡觉又会穿鞋上床 这一切与我们对修行人的一贯理解和印象都很不同 此外禅斯亦精通医术 能够运用神通 可以起死回生 也会分身 禅斯是南北朝柳宋时代的人 皇法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方 后来禅斯告别北方的信众 唯有到南下 去到越南广州一带 禅斯渡海南下 来到屯门休息 然后结居修行 将佛教带来香港 背道禅斯离开香港之后 他在青山上所留下的足跡 早已不再存在 之后有好几百年 我们都没办法确定 青山是否还有道场 直到二十世纪初 陈春庭的出现 才有我们现在熟悉的青山寺 陈春庭 组织福建漳州 据说1859年 出生在越南嘉定省 他最初追随西贡的中国老师 收集先天道 后来来到香港经商 仍然不忘努力修行 1914年 吐氏族人 因为陈春庭是正经慈善之人 以360元的保价 将青山杯道纸 和旁边的青云冠 交给他主理 命任他重新收造 对于陈春庭 为什么来到青山 为什么他有意在这里建子 青山寺祖师墓地 有一块了幻大师碑 有详细讲到这件事 话说陈春庭 因为生意和人事方面 深生烦恼 于是 和友人张纯伯 即是后来的了幻法师 漫游新界 随便散心 他们两个 来到屯门的杯道山 看到那里的风景 自然绝逐 非常欢喜 在耶稣那里的期间 他们梦到 有佛从天而降 摸他们的头顶 他们两个 醒了之后 就发愿要出家 并且广邀好友 聚知 囚见寺院 他们 又因为这座山 沙满重拍 遍野都是绿色 于是 将山名改为青山 他们的寺院 就叫青山寺 不过事实上 陈春庭和张纯伯 最初来到青山的时候 乃至于 修建寺院的初期 仍然是以 先天道道长的身份行事 甚至他们起初 打算筹建的 到底是道观 还是佛子 至今仍然有几种说法 根据香港佛教 曾言中居士林 和女居士林提供的资料 居士林创办人 黎月真大阿瑟利 积极地帮助 陈春庭和张纯伯 筹建青山禅院 因为当时 两个人的身份都是道长 还未正式跪移 每当有重要的法会 法务 都要由黎月真大阿瑟利 协助处理 其后 再加上灵魂寺 住持妙参法师 和一众居士的劝说之下 陈春庭 在1921年 和高学年 一起前往凌波观宗旨 摆见天台中 第43代祖师 帝贤大师 请求大师帮他剃道 帝贤大师 认为他是一个人才 另一边 我们以大和尚的照片方向来说 左手上手就是 了幻法师 右手的法师就是梦生法师 梦生法师 佛师也是好念我们所说的宗教的一个渊源 所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牌 我们就供了写着东土宗派这个道教的道场 东初祖师就是先天道的祖师联位 因为在法师的角度来说 他入了这个佛道 希望他以前导入宗教的祖师 全部都可以受到这个佛法的福音 所以都供了在这里 显奇法师 只有在青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先流兴建山门 大洪宝殿 护法殿 公德堂 不义法门 居士林等建筑 青山寺里面有五座建筑物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 包括香海明山牌楼和大洪宝殿 游人在前往青山寺的路上 首先要经过香海明山牌楼 讲到这个牌楼的由来 话说第十七任港督 金文泰着时在1927年6月和1928年3月 两度登临青山 港督出游青山有政商界人物结伴 显示当时政府非常重视华人领袖的影响力 而这帮华人领袖在1929年提议修建牌楼 以纪念这件事 《香海明山》四个字 据说是金文泰亲自写的 牌楼背面的还额有回头事案四个字 是出自铁蚕法师的手笔 经过牌楼再往上走 便会来到山门 山门上写着青山蚕丸 两旁又对联十里重探藏古子 百重云水绕青山 当我们踏入山门 便会立即有四天王来迎接 说起这四天王像的来源 其实是有一段估计的 大约在十二年前 有一位居士 请求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的观成法师帮手 将他棄置在西贡荒山 破烂的四天王像修补复原 这件事完起二十多年前 这位居士 因为仇建佛子失败 将圣像丢弃野外 自此他感受到命运出现障碍 事业一决不振 法森出家又不成功 他非常之后悔 但是又没有能力去处理 观成法师非常之慈悲 答应这位居士的请求 法师开始在荒山野嶺 逐渐地找回这些破烂了的天王像 搬上来之后 再找地方安置 慢慢地展开复修的工程 面对这堆损毁了 又不齐全的天王石像 怎么复修呢? 观成法师四围地去找石像 他们都不敢接这单工程 逼于无奈 法师唯有自己动手 他找职员来帮手 又再联同几位义工 每日走到西宫 亲力亲为去处理 四天王像 有部分找不到的残缺位置 就安排另外的宝座再贴上 皇天不负有心人 在佛力的加备之下 经过前后三年的努力 四天王像终于复修完成 送给青山子 如果不细心看 很难看得出修补的痕迹 这件事完之后 各位求助的居士 也都顺利出家了 穿过山门 就会来到黑堂 胡法殿 和大洪宝殿 黑堂 负责寺院对外的联络 以接待宾客 和参访善讯为主 黑堂旁边的是胡法殿 在1920年落成 向山景的一面 有彩繪魅勒佛像 上面有樺額南天佛国 是出自著名居士岑学女的手笔 大家看看 这幅少佛原本是门口 现在改装后也是门口 但其实这个少佛 你看到他好像很残 其实这个少佛 在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样子 如果我知道 从旧相看 已经经过有几个不同的时代 直到现在这个年代 有些人说 旧的画是在这幅画下面 但照现在看 好像不太觉 可能是 这些要进一步考证才行 而面向大殿那一方 有何金堂写的护法殿三个字 里面供奉了一尊伟陀菩萨 而护法殿下层放有龙骨 有人说这个是恐龙的花石 也有人说 这个是来自一条五困岩洞的大鱼 据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本土旅行家 王佩佳所记载 龙骨本来有三条 是放在一块叫做花龙岩的地方 不知道什么原因 龙骨由三条变成一块 再由花龙岩搬到更靠近山门的地方 护法殿后面的大洪宝殿 是寺院的核心建筑 亦是居行各种法会 典礼和意识的场地 青山寺的大殿 供奉着三宝佛 分别是阿美陀佛 释迦玛尼佛 和药师佛 这三尊佛 其实在大洪是1926年建成的时候 应该在这里 我们在2009年 开始做一个维修保养的工作 将整个青山寺的维修保养 都会重新做过 现在你看到佛像都很光猛 还有很新井 大约是12年前 我们做过重新七个 加上我们有玻璃封住 令到氧化机会比较少 所以看上来都好像力九尝身 大洪宝殿里面 过有不少的对联和牌匾 例如正门上方有大洪宝殿四个字 电里面也有高鶴年 祝贺大殿1920年落成 而送赠光明世界四个字 主佛堪两旁的对联是 青年花木 紫磨金身 碎杖素真礼 万德庄严三宝佛 山彼康奴 清修百叶 法门开淨土 六时乾礼大依王 此外 殿里面也有一口百年的童钟 在1918年 大殿开始建造的时候 善信供奉的 来到青山寺参访 要注意多些抬头 看一下各个电宇顶部的图素 和灰素艺术 这里的图素 采用了石湾图艺 而灰素 就是岭南地区等地 传统的室外装饰技艺 以石灰为主要材料 手工复杂精细 其实青山寺除了文化方面 软件方面 硬件都很有历史的意义 例如我们说一些寺庙的建筑 中式的寺庙建筑 你看它的顶是比较特别的 其实这个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说 如果普通人家 你看它的屋顶 就知道它是不是大户人家 还是我们说的一些普通的百姓 在寺庙的顶 我们这个叫做蜶山式顶 我们看到这个顶很特别的 有两条龙和中间有一个宝珠 这两条龙和宝珠 其实我们说是二龙珍珠 很多道场都会有的 特别在我们说它有一个颜色 一个图素的造型 还有这个宝顶 除了装饰的作用 它还有一个台风天的时候 其实是保持着这个庙宇的顶 是不会吹臭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古人建筑的一个智慧 这个造型就叫做行龙 因为二龙珍 我们叫做拱珠 都有行龙 有星龙 有不同的造型 这个就叫做行龙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红宝殿顶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寺院的护佛殿 看到护佛殿和大红宝殿的顶 有两个二龙器珠的图案 但这个其实有些分别 但是这个造型 这个叫做星龙的二龙器珠 所以我们青山寺这个道场的一些工艺 是很完整的 就是体现不同的一些形态 比如另外一样就是 凤凰在道场里面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在一些建筑物里面来说 在我们护佛殿的四个方向都有 四个凤凰的造型 这些都是比较难得一见的 你看到我们有莲花 它其实不同的造型是很生动的 很真实的 而且也是有一些颜色的造型 其实我们这些都是很有历史的意义 我们之前寺院也是邀请一些专家 帮我们去重修复修 始终有一百年的历史 都是一些它的颜料或者它的造型 以前是现场造的 就是不是做好拿上来的 用一些石灰加一些颜料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寺院作为一个保育 都是邀请了不同的专家 大约十年我们就要重修一次 因为始终它都是露天的范围 沿着大洪宝殿 左右两边十级而上 就会到达杯渡岩 相传杯渡禅斯在屯门修行的时候 就是住在这个岩洞里面 而刚才看到的花龙岩 也是杯渡岩的后方 杯渡岩旁边有一块石碑 写着高山第一四个字 它是青山寺其中一个著名的景物 有一种说法就是 这个是唐朝文学家韩宇所写 因为韩宇当年被贬官到潮州的时候 写了一首诗 一边有提及断换 更加说它途中遇上风浪 于是停泊在这里 见到青山奇风耸志 于是登上山顶护尸 留下墨宝 其实高山第一的四个字 本身是在青山山顶 后来在民国初年 由晚清为老 屯门曹原的主人曹秀培 他在广州 找到善于林毛寒域字体的高手 请他来香港 用每日五元工钱 用了七日时间 林毛出来 之后再刻在杯道岩附近 除了高山第一之外 杯道岩里面 供奉了一尊杯道像 形象非常古樸 有人说 这个是杯道的真身 也有史书记载 五代十国的时候 这里的确有杯道像 和技术禅师事迹的碑技 翻查旧时的明信片和照片 我们可以见到 早期的杯道岩 除了杯道像之外 也曾经供奉了观音像 直到五六十年代 才见到现在这一尊的杯道像 万津别后杯游道 留宋修成拨相传 古物论杯道像从何而来 禅师在这里停留 将佛法带来香港 的确是功德无量 我们下次参访青山寺的时候 也不妨多点思考当中的恩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